家是我们的安全港 偏偏那些常在城市里的惊悚事件 常常是发生在我们感到最安全的家 尤其当你一个人在外住房时 你的家真的还是一个安全港吗 我在整理网友投稿信件的时候 发现了一则令人毛骨爽人的故事 黄小姐在信件中的亲身经历 是我在众多投稿中看过让我最难忘的一个事件 以下是黄小姐的信件 这件事在我心中多年后依然产生很大的因应 虽然我与先生婚后很平顺 但是我还是想说出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故事 喂高大哥 诶是 对 你的资料我都已经整理好了 嗯 嗯 不好意思 我人不在台北 我今天在新竹出差 嗯 那我明天全部整理好 在一起到府上送给您好吗 好没问题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没问题 那就明天见啰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报复一下 你今天怎么快来找我啊 我还有几go客人 我今天出差比较早结束就先来了 可是,我還有幾個小時下班,你先去我住的地方 可是你高暈了 老舊是老舊一點啊,可是沒辦法 你要春天結婚啊,我也沒辦法陪你那麼久 店長,電話 喂,我...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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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死了,剛剛沒死了 看老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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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我去找你 放我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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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受到极大惊吓的我已经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是男友要醒我的 那鬼的人也不知道离开了多久 后来也抱了紧做了笔录 但是那个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要开我的门 多年后我依然没有答案 多年后 那个人还开心地逍遥法外 在你准备要进入梦乡的同时 你也确定你的男友真的说好了吗 诶 达达 谢谢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